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发彩树的叶子发黄 我们该怎么补救 首先要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干黄 也就是发黄的这一部分 没有太多的水分 轻轻一碾它就碎掉了 出现这种问题呢 一般都是缺水空气太过于干燥 或者是养护的环境干风太大 还有呢就是太阳太大 我们知道研究之后就懂得该怎么处理了 首先是要正常的给它补水 多给它往页面喷一喷水物 或者是缩短浇水的时间 保证这个土壤不要给它干了太久 还有呢尽量的给它避开干风的地方 不要给它阳光止色太久 正常来说一天给它阳光止色 一到两个小时就完全足够了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这种干黄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水黄 也就是发黄的这一部分 它里面的水分含量比较高 比较软一般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由于发财素根部出现积水 导致发财素的根系出现腐烂 吸收不了营养 所以导致发黄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施肥过多 导致发财素的根系出现肥害 因为发财素的根系是比较稀小的 我们尽可能的少施肥 一定要坚持薄肥前施 最好给发财素少用一点化肥 尤其是一些肥效比较强烈的 我们为了能正常的补充营养给发财素 可以改用叶面肥 直接喷失叶片的这种叶面肥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给发财素浇水施肥 又可以正常的给发财素补充营养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发财素的根系 容易出现问题导致叶片发黄 好了这就是发财素叶子发黄的一些原因 还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